最大格局 人力物力 最棒的梦想舞台 现在登场 这里是Superstar 我要当歌手 每个星期天的晚上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 我要当歌手 乍看之下只有一个现场 其实我们要打造的是 全台湾规格最大的选秀节目 同时会有五个现场在录影 掌声给我们的团队 和台湿鼓励一下 更重要的是 所有喜欢唱歌的朋友 这就是你们最梦寐以求录舞台 在今天会有12位选手上台表演 会有7个朋友顺利未免 未免的朋友呢 他的分数就会变成奖金 最高有1万元 而且最重要的是 当你的奖金累积到9万元的时候 本制作单位将会为您 在各大数位平台 还有电讯软体上面呢 推出你的专属单曲 所以各位朋友 这个节目呢 是周周勇奖金 最快出单曲的一个选秀比赛 当然更重要的是 五位重量级的评审 金曲制作人王志平 拥有卓越音乐素养 多次获得金曲奖认同 担任天团SHE 与林佑嘉专辑制作 是国内首居一指的音乐制作人 王牌经纪人邱李宽 获益票房导演 更是演艺圈的王牌经纪人 王妃 纳英以及周渝铭 皆曾是他的旗下艺人 可以说是天王天后推手 创作大师黄国伦 创作多首华语乐坛经典歌曲 以一首我愿意 奠定王妃天后地位 是台湾音乐界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 全方位音乐制作人小仇 台湾三大音乐人之一 一首打造张惠妹经典歌曲 可为音乐界词曲创作鬼才 评审长唱片幕后老板张晓燕 担任风华唱片负责人会演独具 提醒小谷队与张宇生 缔造华人歌坛传奇 是音乐界极具影响力人物 另外还有选手导师 音乐教父于成庆 请囊相授亲自提点拳手 今天十二位选手 以歌声PK一决胜负 最高分周冠军将可获得 十万元国际知名精品钻石 而现场三百位观众评审 将决定落败选手的命运 更有机会获得知名高级化妆品组合 各位朋友 我们这里所在的位置 就是台式的第四摄影棚 同步的录制 这里有三百位来自各行各业的观众朋友 您可以看到有年轻的学子 也有我们的长辈 大家安排 大家好 待会六位被五位评审淘汰了之后呢 六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可以复活 也就是三百位观众 每个人有两票 所以拜托大家仔细欣赏 谢谢你们 好 当然一个歌唱节目呢 除了观众 除了评审 除了选手之外 我们也要有豪华大乐队 而我们的阿毛老师领军的Superman 就在我们的第二现场 比赛马上要开始 首先欢迎第一位 我们在礼拜五晚上八顶的金牌麦克风 从校园海选出来的 黄瑞腾 大家好 我是黄瑞腾 当初呢我会接触到音乐 是因为弥补妈妈小时候的遗憾 所以在我中班还是大班的时候 就是被逼去去的钢琴这样 打下来一点点小小音乐的基础 我到了高中 又遇到了一群万音乐的朋友 然后又让我重新接触了音乐 然后到了高三 想要去那个民歌西餐厅铸唱 可是铸唱要电子琴嘛 我没有钱满地人琴 就是当我快要放弃的时候 我有一群国小就认识到现在的朋友 他们就一起凑了三块给我 让我买了人生第一部电子琴 于是我就开始我的铸唱人生 开始铸唱之后 受到很多的前辈 还有老板的帮忙 让我可以把我最喜欢的事情 变成我的工作 就是参加比赛 就是除了给自己一个全新的挑战 然后想要告诉那些 声音在音乐路上 帮助过我的人 然后还有支持我的人 我想说的是 有你们真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号参赛者黄瑞腾 黄瑞腾 是 恭喜你 你是我们我要当歌手的第一位 是 其实有的时候 人生是很特别的 做艺人的机会很特别 对不对 他现在要选择一个PK的歌手 就是他自己来选 是机会还是命运 所以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 是 好不好 好 因为这里头有素人也有艺人 机会和命运 请选择 机会 机会 是 机会 是 怎么走那么快 各位,我一定要解说一下 这位章语不是男的章语 等一下,小英姐 自然也就把我吓一跳 他选到章语,他就没机会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没有选中的命运是谁 命运是唐重胜耶 章语小姐 第一个把我弄上去 因为弄死人 他应该选命运的 我应该 等一下 章语是我们台式的主播 并不是歌手章语 并不是歌手章语 所以我们来看看章语小姐 您好,欢迎收看 5月14号早安最前线 我是章语 这是观众所看见平常的我 我的声音总是给大家专业知性的感觉 但是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声音 是大家从来没有听过的 从小就学习钢琴一直到高中 也曾经有参加过作词作曲比赛 曾经有幻想过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幕后的音乐人 平常可能感觉比较严肃 不过今天的拖歌声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比较感性的感觉 那我们会加油的 我要当歌手第一回合的PK 其实这一个回合的PK 五位评诚我们觉得有点难 因为瑞腾是有经验的 琴师是有经验的 章语是早晨的主播 哇,真的想当歌手哦 试试看 而且现在主播听说啊 在新闻部只要不谈恋爱唱歌都可以 台式的主播可以谈恋爱吗 台式是没有这个禁令 就是可以谈恋爱啊 对对对 那你有很多人追吗 还好 我怎么八卦起来 好,其实我是让你们轻松一下 马上两位就要唱歌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了 瑞腾,你先开始 好 你要唱什么 田富珍,寂寞就好 寂寞就好,请开始 你 所以变瘦 对着心自我承诺 直到我会换着 强烈一对笑容 不算什么 爱错就爱错 早点认错 早一点解脱 我寂寞寂寞就好 你真的不用来我回忆里微笑 我从不相信我会奋斗 忘不了来遇着 不放掉人本来说寂寞的 前来的都该换掉 我寂寞寂寞就好 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 拥抱 我从不相信我会偷盗 忘不了来遇着 不放掉 我回来受不了 我寂寞寞寞寞寞寞就好 你真的不用来我回忆里微笑 我就不相信我会奋斗 忘不了来遇着 不放掉 不放掉 人本来说寂寞的 我总会把你写掉 今天我们除了有三百位观众 在另外一个现场 今天听到了你们的歌声之外 我们现场之后面 也有大家的亲友团 对不对 今天我们的歌唱小语 因为爱情得第一 谢谢 所以你准备好的是 孟文蔚的爱情 爱情 请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放弃 要放弃 不停揣测你的心里 可有 我 是 你 那是因为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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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会不经意 就叹息 有种不完整的心情 爱你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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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我覺得賣相很好 那我覺得那個瑞騰像一碗 其實你要唱的這歌是要一碗紅椒牛肉麵 紅燒的 需要有火候去燉的 但我覺得那個火候好像還不夠 你那個紅燒的那種勁道還不夠 再多一點 辣椒再放一點 牛肉再加一點 它的味道就會出來 你知道兩碗麵我都喜歡 我心裡想說今天是來吃麵是不是 我以為等一下可以休息先吃麵 因為寬姐我還沒有吃吃 我就想到麵 我會覺得就是張宇呢 如果是說你在談戀愛的話 假如你在談戀愛 顯然你剛唱歌那個感覺 是你對你的男友不是很滿意 對 因為你唱起來完全沒有談戀愛的感覺 對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唱歌給大家聽 哇 我們好榮幸喔 對 但我同事就說 反正當作在KTV就好了 只是是在KTV的Lobby 就是對我們的演會有點不尊重 不會 不會 你在KTV唱歌 你前面會有五個評審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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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颱風真的很好 對 主播開玩笑 主播開玩笑 我覺得寬姐 我不覺得他颱風很好 他是沒動而已 你有看過主播在動的嗎 主播報新聞有在動來動 可是我會建議我覺得當主播跟當歌手 其實兩個行業不太一樣 主播可能非常端正 可是歌手不要不動 我覺得歌手要跟著音樂情感 對 所以主播呢 主播要跟北韓的主播選擇 人家唱書 人家唱書情歌要怎麼動呢 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書情歌還是可以動 就是稍微眉毛皺一下 稍微手抬一下 但是我覺得 太嚴格了吧 但是我可以看得出張宇 真的非常緊張 他的腿都一直在有點要抖的樣子 不過今天這是一個難得的經驗 我們現在要給分數之外 我們要看看 那邊三百位觀眾有什麼想法 黃子嬌 謝謝小燕姐 是的 這是一個歌唱的比賽 沒想到我們對於主播動不動這個話題 反而滿感興趣的 剛剛大家唱得很開心 但是呢 他的腿真的滿漂亮的 可是講到歌藝呢 真的每個人喜歡都不一樣 剛剛這兩位 瑞騰跟張宇 你聽完這有什麼感覺呢 我覺得他們的聲音特質都非常好 但是 由於我們是首播節目 所以他們都太緊張了 是不是 而且選歌都選得有問題呢 怎麼說呢 這個歌都很火的耶 為什麼有問題呢 很火呀 這兩個歌有什麼問題 這都是莫文蔚跟田富珍代表作耶 對 那焦哥 你聽完第一首歌寂寞了沒 還好 我還挺開心的 那您想到 你是來說相聲的 是吧 不好意思 那如果啊 硬要你選的話 你直接做個了斷吧 如果待會你有機會 救一個人回來的話 你會選誰 我會救主播呀 他的腿都已經在那擺著了 那我能不救嗎 好 謝謝你 來 旁邊這位姑娘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很緊張 就是 那可是瑞騰的聲音就是還好 他就後面可能有點拉回來 他進入狀況了 那就 可是主播可能真的太緊張 這樣平常就是 他不能大笑嘛 所以他就真的整個都很僵 對 所以兩個如果要選的話 我會就瑞騰這樣子 接下來當然就是五位評審 所給的分數了 每個評審呢 有二十分滿分是一百分 而乘以一百之後呢 就是他們今天所能夠帶走的獎金 到底這兩位誰能夠直接衛冕 我們把現場交給小燕姐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評審要好好努力 那觀眾講得好棒喔 剛才那個胖胖的觀眾 我覺得他去當選美大會的評審 他不是來選腿的嗎 好 現在呢 等下分數揭曉以後 今天就是有一位可以過關 有一位要先到失敗區 在失敗區當中 要等最後還有機會 三百位觀眾 看他能不能救你回來 現在我們來看 瑞騰跟張宇的分數 現在先看黃瑞騰的分數 七十六 七千六百元 張宇的分數 首次螢幕獻上的甜美主播張宇 能打敗對手黃瑞騰嗎